总统蔡英文上任 封港祖坟也整修完工 这也是蔡英文的父亲 蔡杰生的遗运 传言蔡杰生懂得看地理风水 从祖坟简谷当中 发现了七条毒蛇 这是属于帝王之兆 在家认定蔡英文有总统命 除了祖坟龙穴 更在新殿的山区 找到九五至尊宝地 成为墓园南北两乡呼应的风水 并蔡英文成为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总统蔡英文的父亲蔡杰生 影响蔡英文最多 传闻她安排一连串风水布局 庇佑蔡英文的总统路 走得顺畅 做汽车修理业的开始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很艰辛的行业 也是一个黑手的行业 她有一次来住我家的旅舍的时候 以前三十 四十九岁 爸爸熟了 他回来把他住上 他回来的时候 刚才在中间 刚才有一个兄弟是什么 姓丹的 这个什么 对啦 黄红冬的 这个大宅王呢 没有啦 他现在转车到没钱了 改参了 现在做工业了 六十岁 说六十岁呢 开始就完了 没想到修车 让蔡杰生修出了第一桶金 之后转投资房地产 成功致富 是巧合吗 果然六十岁之后发了 瓜路当然认为说是祖先批印我 那客家人他对祖先这个坟是 非常非常的注重 蔡家祖坟 位于屏东丰岗老街附近 占地渊武甲 外传是龙穴堡地 蔡家卫祖坟捡骨时 发现古牌胸前有七条小蛇 小龙 他就是属婴的 就是批印女的 女的 那我们看到古代的帝王 这里都会绣一团 一团这个攀龙 绣在这里 有没有 就是黄袍 然后身边就是要绣龙嘛 就是说这个祖先七个坡 都化成了小龙 那也就是龙 龙大的龙 批印男神 小龙批印女神 所以刚好小鹰就是被批印到 祖坟挖珠七条小蛇 据说是帝王之兆 蔡家当时认定蔡英文有总统命 只是没想到后来台电施工 其中一支高压电塔就正对祖坟 正对面这个电塔 这个电塔如果冲到的话 就是影响到二房 所以我就建议让我叔公 就是蔡英文的父亲 清明姐他们都 家族都会来扫墓 然后一看他不得了要赶快签 就是蔡杰森加粉被弄了一支电线杆以后 来不及改的时候蔡杰森就往生 那为什么电线杆会打到他 因为这个家应验的发的是你妈 不仅蔡家台湾政坛高层 多性风水尤其是两讲时代 就传出断祖坟风水的传闻 以前泥洋港常常讲他的墓碑上 出现了一条龙形 好 蔡英国的时代 你还出现龙那你不会把它干掉吗 找人开那个产业道路 把龙脉给尬掉 冰国95年蔡杰森过世前 已经在新殿山区布下了 影响蔡家最重要的风水局 后来蔡杰森在这个新殿 那有人就是地是 跟他讲有一块地 就是有物自尊 就是飞龙在天的地 千平墓园就在新殿清潭的深山中 位居山头居高临下 这是蔡杰森的长年之地 前面有一个凸 那个叫做冠 这边 这边这个凸叫做印 叫做说冠印 第一位有一句话说 春秋梦到岸家材富兰冠 这个是花年贵 风水好 还特别忘旅 四年多前 蔡杰森的这块宝地守不曝光 贵地还蛮有霸王之气的贵地 是怎么说的 蔡英文的正式前途多少 应该是不错的 那这条鱼在这边 那水塔在上面 就是说把这个水的气 刚好记忆在这里 就是记财 代财还代官 光蔡杰森的墓穴就占了200瓶 上面是蔡家后代将要存放的灵谷塔 右边还有凉亭造景 左边有供奉石雕神龙的龙王庙 没想到这积穴 被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厅上 因为超过了法力墓园面积8平方公尺 遭罚456万 蔡老先生往的时候 他就藏在那里 那里本那边是进藏区 所以他们那时候 他也是好像有交代的 就是说灵魂被罚款 也罚了1000多万 像这个他也是不是 还是一样藏在那里 因为那块地是属于溶穴 生前就知道可能挨罚 也不改风水 就是希望能忘子孙后代 他连势慢慢高的时候 在慢慢高的时候 他就为了他的资金 他很相信这个风水之说 他就是去那个 那时候叫做新店室 大概在他大概60岁左右 就已经去买 就已经购买那块地 他的对面刚好是王永庆他的主 他的老家 公主他在生前的时候 他已经把这个稍微施作 施作那时候叫做伊冠总 前面他就稍微挖一个小池塘 这也是天意 那当然就是蔡立森就藏在新店这里 可惜大卫 就是说要竞选总统 这个坟要有三年 守坟要三年 小英哥蛮有竞争的第一届的时候 蔡立森才两年 不到三年 蔡英文2022没选上总统 第二次卷土重来 称了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命理界认为蔡家祖坟南北加持 形成了总统命格是重要关键 就在蔡总统刚上任的同时 老家祖坟再次翻修 而且阻挡的就是蔡家第三代达孙 蔡英文侄子蔡一峰 蔡杰森那时候有交代说 那你要哪一届 告诉我说 那我们要签的位置 大约是在哪个地方 遇到平安弄 这样就好 人家地理风水有一个水源 叫做龙木水 当年在蔡杰森指导下打造龙穴 如今建水池引水源 就是要往财境 让台湾的经济更好 也就是封港的这一门 就还没有力量到把小英推上去 是蔡杰森这个风水才能把它救位 所以封港的这个 他后来他去引后面的一个 酒取水进来 那就对了 水是母亲 也就是说水煮柴 没有水就没办法养这个生命里面 父亲在世的时候 他并不喜欢我踏入政治的这条路 但他曾经也告诉我 你不需要跟别人争 人家不做的 做不到的 你再去做 蔡英文很少谈到家人 但父亲身影 早让他追随一生 而且父亲细心不下的帝王风水格局 必有才能 也写下了台湾正确信业